主要是由于之前煤炭的价格上涨对电力股的影响很大 那这次的调控的话 政策并不是希望把整个成本上升的从煤炭 从煤炭这个方面全部转接到电力的用户 用户者身上 而是由于就是中央对整个资源分配的一个比较统筹的一个做法 就是说对于一样资源成本突然上升的话 以最经济最好的方式对各个环节有不利影响的各个环节都做一个比较缓和的一个调节作用 那这样来看其实对电力股有帮助 但是并不是可以并不是可以真的可以导致他们有一个盈利的增长 那但是有一个好有一个看点就是整个大市现在在处于放缩量下跌的情况下 电力股一般是比较是一个熊市里面的一个避风港 它的近期的表现都是跑赢大势的 所以说如果是处比较保守的投资的方向 是可以选择这些电力股的 那么根本就真是固定了 没有呢 不错